中北玩 嗨大家 四天后我们就要出发去中北玩啦 这是第一次真真实实的可以摸到雪 玩到雪 所以非常的兴奋 但是这也是我第一次去这么冷的地方 我们觉得这个星期最高温只有零下十几度 最低温可以到零下三十多度 所以生活的男方人还是有点瑟瑟发抖的 那今天呢你们就陪我一起来梳醒你吧 先带你们看一下我已经准备好的一些服饰上面保暖的装备 这准床就是我们的一些保暖装备啦 首先我戴了两顶帽子 这一顶我觉得不是很好看 但是因为它买只要十几块钱 退运费就要十块钱 说我还是把它留下来吧 它外面呢是棉麻 然后这一圈呢是毛绒绒摸起来超级舒服的 但是头顶这里呢却是羊羔绒 它造型带给你们看一下 这一点帽子呢我觉得超级的喜欢 哇超级的柔软好舒服 啊我今天戴了丸子头 所以上面有点堵 反正帽子我超级喜欢的 放进去 还买个耳罩 它可以折叠的收耐挺方便 这是加热的围巾 是通过它的充电宝 它充电宝等一下我找一下 小小充电宝 就可以放在这里面 它有电线 插进去 然后放在这个围巾里面 就算不用充电宝 它也是个很好看的围巾 就是不能让自己的身体进风咯 电池充电宝的东西 就不要放在行李箱里面托运咯 然后我戴两件优衣裤的 其实是让别人觉得很薄的一个 保暖衣 因为我想是我们去那边不是天天洗澡嘛 但是我会有点不习惯 所以不洗澡那一天呢 我打算更换我最里面 就这种衣服 少不了的秋衣秋裤 我准备的是两套 加厚加绒的 穿起来 这是鲨鱼裤 也是有一些薄薄绒的 这是普通的一个 加绒的裤袜 要长时间 在外面可能要戴好几个小时 在这个零下二十度的气温 可能穿两件裤子是不够的 到时候我就会再穿上这个 穿三件 穿好 还在一件 优衣裤的薄薄的女绒 这一件最终呢就是在到时候穿上这所有的保暖设备以后 再穿它 就可以把它紧紧的裹在里面 反正这一件我觉得挺实用的 有时候在深圳我也会穿 而且啊它可以收的超级小 外衣上面呢 这一次我带三套 就是不同颜色的 就可以更换不同的星期 而且啊我全部带都是没有帽子的 因为我到时候用服射帽子 如果说在家唯一的帽子 我觉得好像很疾病臃肿 每一件都是有一层薄薄的绒 就尽可能让自己保暖一些 点好来 我虽然几年前我去过哈尔滨 但那时候是三月中区的气温是零上几度 就没有去过零下十几二十三十度的地方 可是我挺害怕的 这三件都大有来头哦 首先是一件白色的阔腿裤 因为我的园服是黑色的 我就不想自己每天都穿的全身黑 而且去到一些冰天雪地的时候 就想自己和雪地融为一体 就把这件白色的 它里面全部都是毛毛 我买的是家大嘛 包兵我在里面塞着几件球裤 然后这一件呢 它是防水面料的 里面也是有毛毛 因为我们肯定会去玩雪嘛 所以如果湿了的话 身体里面会很难受的 就一定要注意玩这种防水面料的 这件呢我肯定会来到时候去漂流手穿的 然后这一件呢 是我现在在深圳也有在穿的一件 黑色的阔腿佳绒裤 它是丝绒面料的 里面也是有成薄薄的绒 反正尽可能就把我自己原有的一些 佳绒的用品带过去 哇 我带了两双手套去 这个呢是我之前羊绒的 但是这样子薄薄的 在东北肯定是不行的 那所以就买一个像滑雪手套的 也是防水面料的 都是什么玩雪啊摸雪啊也方便一点 而且我想是我真的太过人 我不介意可以戴两个手套的 是可以塞进去的 就是有点紧 包到最重要 袜子方面 好不容易弄羊毛袜 还特意为漂流准备的一双 超级厚 我设想的是长时间 需要在外面玩耍的话 我就会穿这双袜子 还戴了两双普通 就品尝在神圳穿的袜子 你们可以看一下 对比一下 我这边基本上已经塞满了 但是呢还有些小碰小细 这时候呢我就习惯 想把袜子 那种小碰小细 给塞进去 差点忘记了 我的内衣内裤 这边已经塞的满满了 还有东西没有放完 我前两年买的 波斯顿圆服 保暖还挺好的 挺合适的 它连帽子 而且这前面很高 你可以挡住你的嘴巴 还有这脖子 下面可以中换吧 可以盖住屁股 那时候就直接带上飞机吧 因为哈尔滨应该也很冷了 就直接可以穿上 这个毛毛外套 因为我不想去到这么漂亮的地方 每天都穿同样的外套 就好像没有换衣服 如果不是长时间 但户外玩的话 就可以穿这件外套 很好看 它很上镜 这样 好喜欢这件外套的 我带过去吧 还有浴巾 一堆 全部都是暖宝宝 满足贴 反正放到我鞋子里面去 这堆暖宝宝 一天贴个五六片 没问题 差点忘记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鞋子 像我们现在普通穿的 一些运动鞋 全面是补型的 所以这一次 哇 买了个 这个叫雪地靴 还是雪靴 反正就是 我感觉应该是足够的一双鞋子 上面的面量呢 全部都是防水的 就很方便我去玩雪呀 而且它比较高筒 如果比较低的话 雪可能会进去 然后里面呢 全部都是毛毛 平常我穿是37码 这一次呢我买到两个码数 这是39码 我穿出去给你们看一下好了 现在穿的是居家袜 也比较厚 就假装上的护袜子好了 哇 没有绑紧啊 这个脚感十足啊 包裹就非常的好 这个橡胶底非常的防滑 你看好像都吹不动的 反正这边是满的 放不下东西 那这边还是空的 而且这上面 其实可以放一层东西 因为它只是棚而已 哎呀哎呀还是没问题的 还有两个睡衣 差点忘记带了 接下来我们去收一些像什么化妆品啊 裤护品啊 裤护品啊 还有一些充电用品啊 电器包啊 等等的东西吧 我拿出我的包包 帮化妆品 这个是护理包 这个是护品的 我还要戴这一个 这一个是我的墨镜 它折叠起来 放就很方便 当时我们去到雪地的地方 就会有光光射 就戴墨镜 可以保护一下眼镜 那现在是我们的化妆包吧 截眼镜要戴上 最近无论是这一款我朋友有推荐的 戴的确实很自然那种 腮红 我每次出门都戴这一款 因为它里面自带着刷子 哇 最近我最爱这个 漫天星河的感觉 漆电吧 去旅游肯定会戴这块粉饼 因为它不会出错 而且它也很薄啊 防扇霜 Bobbi Brown的橘子面霜 面鞋式睫毛夹 睫毛打底 卧铲笔 救命神器啊 润唇膏 定床喷雾巴 眉鼻少不了啦 眼镜叶笔 肯定是在戴唇釉的 省的经常补妆 一个是干乎玫瑰色 一个是正红色 眼影盘 有点小嘛 而且颜色搭配也很日常 还有粉铺 带两个 这五把刷子 每一把的刷情 都是必不可少的 粉铺呢 就刚好可以用它自带的盒子 放着 化妆包收拾完毕 收拾护理包吧 这时候就不得不说 我这个柜子里面下面这一层 全部 都是一些小样 或是比较小瓶的护品 一把我外刷 就从这里面收拾来的 身体乳一定要带啊 但这瓶小小的肯定不够良用 所以到时候我还是会把我那罐大带过去 其实我可以把这个 挤到那个罐子里面去啊 实在是太聪明了 快住 最多洗头4次 化妆棉包 眼熔线 线线线线 线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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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线线线线线线 duel OK cl exclusive 护理包收拾完毕 满满当当的 接下来收拾的是护肤包 外出的护肤品呢 我以百会从我现在用的 去拿 因为就不想要去带个新的地方 用些新的护物品 可能脸上会出状况 特护霜 安心代表 这个是小黄的安心代表 它每次出去外出 都带这个 眼霜这块没有了 等一下带个新的 这个带上 现在就把它给挤进去吧 真的没有了 扁掉 其他护物品就从这里 小样区拿去咯 护肤包收拾完毕 电气充电包 首先这个相机我肯定会带去的 然后我还会带个麦克风 这个麦克风我现在用 我拿下给你们看一下 现在收音是这样子的 拔掉麦克风 收音是这样子的 是个非常迷你的麦克风 它本来上面有个小毛毛 可以防风的 但是那个在我算一次 是新疆旅游还不来 就像这样子 就直接插这个相机旁边就很好 很方便 低层柜子所有都是电器产品 看一下要带什么 充电器肯定是要带的 还有一块电池 这个充电器在这充电 等一下我再拔 还要带内存卡 但不用带那么多 只要带几片 内存大一点就够了 拿个小盒子 把它装着 必不可扫 手持三脚架 平常拍Vlog都是用这个的 很好使 苹果的快充线快充头 再拿两条安卓的吧 可以充电宝 去东北天气冷 手机会动到每电关机 所以巨大充电包 药品包 我每次觉得肚子痛是一个 非常寂静 然后又是个非常痛苦的事情 应该马上吃这个 OK 主要的一些内服药和外用药都收拾好了 我私来想去还是决定带这个包包 基本上每次出去旅游都带它 因为它很方便啊 一打开来就可以拿取东西 而且外面是皮质的 怎么刮 怎么皂 怎么淋雨 都没有问题 所以这个包赔到了很多趟旅游 还是带它吧 钱包带上 这个钱包 只有在旅游的时候才会出场 里面放出一些证件 如果有个卡包就更好说没有 充电宝呀 还有我们相机电池呀 都放这里 这种小小的护手霜 因为天一冷我就疯狂的想涂护手霜 看到耳机吧 那么这新视频就这样子吧 你们看到这视频的时候 我应该已经在东北开心的玩雪了 那我们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 拜拜